行 男生的性格我差不多能了解了 我现在知道女生要是一个什么人 咱们通过男生的描述看看 就是他们俩怎么走在一起的 来来来 其实他嘛 特别能做 他告诉我要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干嘛来了 我想听听专家和导师的意见 啥意见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 到底是不是适合在一起 你觉得呢 我觉得原来适合吧 现在都变了 它变的标准是什么 它变得没有以前对我好了 我听起来以前也没多对你好啊 你们逛街 他得拉着其他女生的手 跟你一起逛对不对 你让他不要去酒吧 他依然去酒吧 我俩刚出的一项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 后来出时间久了 他就又回到了原来那个生活了 等于他是有一个转变的 是吧 曾经是那样 因为谈恋爱改变了 现在又回去了 是这意思吗 其实我是个挺随性的人 我挺向往自由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从小到大很少有人 就是我特别是个叛逆的孩子 我不喜欢别人管我 我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什么 他说什么我都要听 你知道吗 其实我并不是怕他或者什么 也不是什么 但我就觉得一个女生嘛 我是让着他 但是我真的特别想要一个自己 一个独立的空间 就自由的 就假如我今天特别想去玩篮球 我可以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 跟着我的哥们就一起去篮球 现在我就不会了 我干什么事都要先想着他 你知道吗 就是我干什么事 我都要想着 哎 要不要跟他说呀 说了之后会不会让我去呀 我去了他会不会生气呀 其实我现在活得就是挺累的 你知道吗 就是特别不开心 我就觉得我应该有自己一个 自由的一个空间 我不喜欢24小时 24小时他一直 对 我也是觉得你要是自由 其实挺 也就没人说你了 对啊 是吧 那为什么不选择自由呢 既然觉得这段爱情很束缚你 因为他不同意 不肯分手是吗 我是在没想好跟他分手 你们俩之间 女生对男生是不信任的 我说的对吗 嗯 你信任他吗 我信任 信任他 男生会觉得跟女生在一起不自由 女生会觉得跟男生在一起不舒服 因为他不宠你 对吧 男生会觉得女生任性 其实女生也会觉得男生和异性的交往 包括他的一些生活方式 其实也是任性的 对吗 就这么多的不合适放在一起 你还犹豫什么呢 我想问 就是习惯跟他在一起 习惯 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 我爱他比他爱我多吧 哦 你觉得你是爱他的 好吧 各位老师 你们来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谢谢大家